酷子酷子不得了啦 我发生了一把超厉害的武器 有我手里的武器厉害吗 以前听我说 我手里的这把武器只要攻击其他人 就有四分之一的概率掉落经历 所以酷子啊 你能为了我的经历计划 牺牲一下自己那层掌标的五发露吗 所以这就是你动手打我的理由吗 各位小伙伴们 我想死你们啦 我是你们的布林布林林姐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款模组 名字叫做神圣神兵某的 听名字大家应该就知道 这是一款关于武器的模组 我们不多废话 进入今天的讲解环节吧 每个玩家在安装这款模组 第一次进入游戏的时候呢 就会获得一件跟我物品栏中一样的道具 传家宝 只要打开它 我们就会从整个神兵模组的武器库里 随机获得一把武器 当然我是创造模式 肯定得不一样一点 所以我选择全都要 反正今天也是来给大家介绍模组的 不是吗 首先呢 我们从传家宝里面开出的装备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除非呢 我们打开工作台 将我们随机获得到的神兵 放入工作台 加上任意的一本书 我们就能看到 在武器的下面会出现 真名判名的四个字 没错 只要有这四个字出现 那我们的武器就算开光成功了 开光以后的小铲子 获得了一个新的属性 既然我任意的对准空地 使用鼠标右键 这把小铲子就会凭空放置土块 左键能攻击敌人 能挖沙挖土 右键还在管理 贴心到家了属于是 虽说模组中武器众多 它们的开光方式倒是一模一样 比如这把七彩的大剑 在开光以后 就会变成名为空间掌落的武器 竟然能封印附近的墨影传送 要是让小黑见到这把武器 怕是直接孤印在原地了 第三把武器名为水刀 开光后直接进化成为天气 效果是在湿润的时候 会变得更加锋利 不仅可以用水桶直接维修 甚至还能在我们 遭受火焰攻击的时候 扑灭身上的火焰 都是效果不太明显的样子 也不知道这武器的湿润效果 是必须在雨天触发呢 还是在水中就能触发 不得了不得了 这把武器可真是个大聪明 裤子啊 你在哪 能让你帮我试一下武器吗 哎 巧了 裤子在挂机 去拿它开刀试试效果吧 哎 怎么评价才好呢 这把武器虽然说是 可以提高自己的攻击 可代价就是牺牲自己的血量 且不说这提升以后的攻击 和钻石剑一模一样 关键还要扣血 这要是在我和苦力怕的战斗中 不幸引爆苦力怕 那倒霉的岂不是我自己吗 再说 钻石剑不也是起点攻击力吗 现在我手里的武器 三秒内被我勾魂剑碰到的敌人 就会触发必死效果 我数三个数 三 二 一 喂喂喂喂 你们几个演员行不行啊 本期冒的就先介绍到这里啦 天色不早 回家吃饭咯